大家好,我是娟子 红薯这样做,真的太好吃了 保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红薯,削掉外皮 这种黄芯红薯,吃起来面,甜 洗净后切成片,薄一些更好蒸熟 收入大盘中 凉水放入蒸锅 开大火烧开后,用中火蒸上20分钟 蒸好后的红薯取出来 倒在大盆里 用叉子压成红薯泥 一定要等红薯泥的温度降下来之后 再加入酵母粉 微热时往里面加入三颗高活性酵母粉 搅拌几下,让酵母粉融化 接着往里面分次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我这里约加入了350克的面粉 如果感觉太干的话 可以再加入一些清水 搅成面絮状之后 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种光滑的面团 盖上一层保鲜膜 饧花到两倍大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两勺面粉 适量的盐 一勺花椒粉 淋入烧好的热油 激化出香味 充分的搅拌均匀 接着换入一把切好的葱花 继续搅拌均匀 放凉备用 这会儿面团 面团也发好了 里面都是红窝状 取出来花面垫上 再揉一揉排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搓成长条 按扁 擀成长黄形的面片 厚度呢 在0.3厘米就可以了 接着将做好的油酥淋在面片上 用刷子或刮板均匀的涂抹开 然后从底部给面片卷起来 不要卷得太紧 生胚还要醒花呢 收口处压在下面 生胚从中间切一刀 分成两段 摆到蒸锅中 二次醒花15分钟 时间到之后看一下 生胚比之前变大了很多 就说明醒花好了 这时开大火把水烧开后 蒸上15分钟 灌火焖3分钟开盖 哇 看着太有食欲了 不烫手时给它出锅 再切成小块 好方便食用 风薯这样做成面食 松松软软的 层次也很丰富 吃起来松软咸香 葱香味十足 老人和孩子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咱们下期见 吃点 小块 小块 优优独播剧场